我先說我也沒有收到卡牌 展榮已經派了一個短影音 然後有點半調侃的方式 那大家有得到原諒 那許悅有發了一個簡短的文章 但下面的內容卻全部都在繼續調侃許悅 許悅為什麼道歉大家比較不買單 竟然還寫了一句說 要不是我男友很喜歡 我早就全部抽獎送大家了 所以在他心中 這個東西完全都不重要的 那他是勉為其難的留下 你知道多少網紅希望收到這些東西嗎 他的道歉已經即便寫的 我覺得75分了 也很難給過的原因是因為 前面貼文給人的感覺太暢秋了 太暢秋的時候突然頭低的很低 被讓人家覺得前後落差太大了 不然你就再補一個留言嗎 你會把獵人全套追完 其實我覺得發生這件事情 對這個女網紅蠻好的 因為從他原本的貼文可以看得出來 我自己猜啦 他應該是覺得世界都是繞著他轉的人 那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他會發現 喔原來這不是世界運作的方式 好那個麥當勞公關炎上事件 我先說我也沒有收到卡牌 就我形象不符合 但沒關係 那最主要事件兩個人一個是展榮 然後一個是許諺 展榮已經派了一個短影音 然後有點半調侃的方式 那大家有得到原諒 那許諺有發了一個簡短的文章 但下面的內容卻全部都在繼續調侃許諺 那為什麼這兩個人同樣做了一個公關的操作 卻是有天差地遠的差別呢 所以我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展榮的錯 當初他是 我覺得有兩個啦 一個是開箱的過程 真的有一點點敷衍跟隨便 第二個就是 講錯話嘛 對角色講錯 然後很明顯是不熟的 所以 可以透過一個簡單的調侃 然後並且在結尾表達 我接受大家的意見跟看法 謝謝大家 他知道自己可受公平 那只能說是前輩 他自己知道怎麼樣道歉 讓大家也覺得可以買單 所以成功下樁 那許諺為什麼道歉大家比較不買單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道歉的文章 他文章寫說 對不起在沒有做功課的狀況下 做了不妥當的發言跟回覆 刪除留言跟文章舉止也很不成熟 雖然沒看過獵人 也不應貶低或嘲諷別人的喜好 甚至覺得收過關品 理所當然 我應該去理解並尊重每個人的興趣 謝謝大家給的建議與回覆 我都有收到 真的很對不起 我先說我自己看到的感覺 因為一般人 如果有做刪除留言跟文章的動作 可能是不會寫出來的 甚至會為自己的這個行為辯解 那至少在這一篇內 我沒有看到這一個點 另一個 很常有人會寫道歉文 後面會寫說 未來希望在大家好好指教 我會重新出發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那個時候流氓道歉的時候 最後有一段 他就講到說 未來請繼續關注我 請大家多多指教 那像這類內容 就是都犯了一個致命的錯 就是你在道歉的同時 又告訴大家 你想要重新出發 有這種狀況出現 其實大家就會很容易吃不下去 那我不知道他道歉的動機 是不是因為之後有業配要發 或者是他真的知道錯了 我是希望他真的知道錯 不然如果他是為了道歉而道歉 之後會非常容易原形毕露 那為什麼下面風向還是在罵他 是因為他在這整件事件中 犯了一個最致命的錯 就是他給人家的嘲弄感太重了 那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他出示的那篇文章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啦 但講話不用那麼難聽 其實光這第一句話 你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很在意 但是他用一個不在意的語句在講 然後第二段 廣告行銷預算通常都要花 數十萬到百萬 但既公關品就可以免費換大量宣傳 對公司來說很划算 他等於是直接站在 麥當勞的立場去發表說 麥當勞覺得我很划算 試問你今天是老闆 你的員工跟你說 你請到我你賺到你知道嗎 那這樣到底是我需要你還是你需要我 他就把自己拉到跟麥當勞平行的一個狀態 同行看到就會覺得 哇這個人講話很直接 算是蠻敢講的 因為如果說我不太敢這樣子表達 然後再來 我就是突然收到這個包裹 難道對方寄包裹錢 還要先問說 哈囉你有看過你是粉絲嗎 要抽筋喜歡才能寄給你喔 這句話給人的感覺 會說啊我就突然收到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啊 但他就送給我不喜歡 但他還是要送給我欸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等於這個意思 就好像是 喔不知道為什麼男友 突然送我一個Chanel包欸 莫名其妙包包裡就多一百萬 啊好多人要匯錢給我 啊好多人愛我好煩喔 就如果你是反串 那你反串到極限 我覺得OK 所以你看從前面堆疊到現在 他已經有三個讓人家不舒服的part 然後最後竟然還寫了一句說 要不是我男友很喜歡 我早就全部抽獎送大家了 所以在他心中 這個東西完全都不重要的 那他是勉為其難的留下 知道多少網紅希望收到這些東西嗎 最後一句是連同行跟 喜歡獵人的粉絲看到 都是會生氣的 他的道歉已經即便寫著 我覺得75分了 也很難給過的原因 是因為前面貼文給人的感覺太暢丘了 太暢丘的時候突然頭低的很低 會讓人家覺得前後落差太大了 不然你就再補一個留言嘛 你會把獵人全套嘴完 你如果再看到很多人在批評的時候 你應該就要有意識到說 我是不是這次講錯話 但他不但沒有意識到 還在小帳發了一個照片 然後寫說 我們看到threads快笑死 大家都好認真 他在道歉的文字上寫說 做了不妥當的發言跟回覆 那他同樣 就也得接受別人不妥當的發言跟回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面大部分人都在他貼他限動的圖片 他可能必須要接受好一陣子 只要在threads上面發文 這一張就是會被大家一直拿出來調侃 我希望他是真的知道自己有點大型 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話 那未來還有救 其實我覺得發生這件事情 對這個女網紅蠻好的 因為從他原本的貼文 可以看得出來 我自己猜啦 他應該是覺得世界都是繞著他轉的人 那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他會發現 喔原來這不是世界運作的方式